Hello 大家好 今天不要讲那么专业 讲个通俗易懂的 大家这样好吸收一点 不注重站位、头位、提拉、划分、角度、张力 然后我们先把发片分出来 然后水平拉出 设定我们的长度 在我们上停以上 然后我们整个前面剪一个方形去除 跨越了三个秒 对吧,这是转角线 注意我们的手位还是要抬高 这样角度讲完更容易轻柔和 我们由纵向手位变成横向手位 另外一次也是用一样的方法 这样做的目的 更好的控制横向水平切口 也更容易把亮感拿走 注意两边切口对称 再用反曲线的技术 不破坏外线 把我们的亮感拿走的更多 后面设定长度 先捡一个零度的方形 注意手位 下压 另外一次也是一样的 设定长度 先捡一个A方 然后刺分区用离心放射 我们内部是捡一个C技术 令高无低 高于水平线 切口保持垂直 外线不被破坏 方形底线 然后捡中间往中间靠 捡三角形 把所有的亮感呢 往中间带 做离心放射的目的呢 是保留转角以外的长度和亮感 往后带 它就会往前进行推动 保留外线质感 不被减缺 这样捡完之后呢 横向检查的时候 内部是一个三角形切口 这样保留侧脚的长度 用离心放射更容易把侧脚推 翘起来 前发往后推 扣发往前推 这样子生命力更强 头顶 垂直90度 横平 竖直 切口 注意不连接 重心呢是一个偏高重心的 发质偏软 注意用原位一点方色 动感去前发 我们拉出我们后发的导线 进行向前提拉 捡一个堆积 因为发量偏少 注意发片要往前拉 那头骨有点偏宽 我们捡倒三角 往中间带 这样就可以收紧头骨 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呢 我们把头发完全自然吹干 干发的时候 体现出我们结构感 更加的具有生命力 再需要精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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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